魏林插播经验最新消息 在嘉义市有庙会活动 今天晚上传出疑似发电机爆炸的意外 消防局获报之后 紧急调派10辆救护车到现场 将17人陆续的送医 那目前发生意外的原因 仍然有待调查厘清 最新的状况交给记者马盛杰 社主委观众 嘉义市的金山路跟大华路口 今天晚间是举办的庙会绕境活动 那现场是有多达2万人参与的部分 只不过这个庙会进行到了一半 这个庙会主台侧边的发电机 是疑似发生了爆炸意外 从现场最新画面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已经烧毁的发电机 那现场也是凌乱不堪 那现场传出是有多人受伤的情形 消防队员货报是启动了这个 重大伤病机制的 来前往处理 那一共是派遣了十步的救护车 马上赶底现场进行救援 发现这个庙会现场 是有17个人是有受伤的情形 马上送往医院治疗 那这17人 有部分的人是有烧烫伤的状况 也有撕裂伤的情形发生 不过应该是有更多人是有发生意外的状况 有一些人是自行救护的状况 不过这17人伤势较为严重的人 是已经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当中 那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 这现场除了已经拉起封锁线之外 这个相关人员 警方还有消防人员 也在现场来对这个现场进行厘清的部分 那现场是传出 当时是主舞台侧边的发电机 有疑似发生这个爆炸事件 在意外发生当下 是传出了还蛮大声的爆炸声响 当时这个庙会还在进行 正在表演的这些相关的工作人 听到声响的时候 大家都是吓了一大跳 回头一转才发现说 是这个发电机是已经疑似爆炸的情形发生 而且当时这个发电机附近 其实是还有人的 因为当时庙会其实是人挤人的状况 也因此这个爆炸发生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是无预警的得着这个状况 但是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马上离开 因此就有这个人员受伤的部分 然而这个消防队员获报了之后 是马上派遣了10辆救护车赶底现场 发现现场当时是有17人是受伤的状况 而且身上是有烧烫伤 还有撕裂伤的情形发生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现场其实是相当凌乱 这个椅子等相关的物品都散落在地上 尤其在现场最为明显是可以看到 是疑似的爆炸的发电机 可以说是地面上还有残余的一些被烧焦的废铁 然而这次举办的这个10周年绕境 其实参与的人数是相当的多 是有多大2万人的共襄盛举 所以当时现场发生的情形 其实是人挤人的状况 然而这个发电机无故发生的爆炸事件 也因此会让这个周边的人 一时之间是无预警的 也是没有办法马上跑离开的状况发生 不过根据这个庙会发生的说法 他是说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 是没有征兆的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发电机是无预警的 自己是发生的这个疑似爆炸的状况 然而听到声响的时候 周边的人其实是已经来不及逃开的状况 那现场可以看到 当时这个意外是发生的相当的突然 现场可以说是临乱不堪的 那警交货报也马上赶紧现场 将这些受伤的人送往医院治疗 也要厘清这个相关事件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为何好好的发电机摆在旁边 会突然发生爆炸意外 然而这起的爆炸事件 也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的 这个救护车抵达现场的时候 是发现有17人受伤 那这些人大概都是有烧烫伤 还有撕裂伤的状况 因为有些人的伤势比较严重 是已经有一些流血的情形发生了 也所以呢也透过救护车呢 也马上将这17人 马上送往医院治疗 不过有一些比较伤势 比较轻微的人呢 是自行前往医院治疗的 因此目前出估统计呢 是有17人 是因为这个发电机爆炸的 这个情形呢 因此被波及 然后受伤 目前呢是送往医院治疗 不过呢 这个发电机呢 为何好好的呢 会发生爆炸意外呢 这一点意外发生的详细状况呢 还有在警销进一步调查厘清 以上是问题中的尊心心 掌心镜头 先交还彭宁主播